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繼續收聽收睇 《預消對話20100證易求證》 我們今集的嘉賓是智能基金會的杜聰先生 有人跟我們說過 聰明是一種天賦 而善良是一種選擇 但是有時候我們選擇善良也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很多時候會被聰明的天賦誘惑 又或者你就算做好事也會被質疑 我也知道杜聰先生曾經 你打算做好事 但是也受到很多的質疑 是嗎? 也是的 所以自己的理念要很堅毅 而且不能讓很多人左右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當時你很開奇 去做預防愛滋病的工作 甚至去到一些性工作者工作的地方 你打算是好心做好事 但是當時也有些阻撓 是嗎? 因為我想最初我們開始的時候 我們還沒發現賣血和愛滋孤兒的社會問題 我們就自行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想做一些愛滋病預防教育的工作 所以當時我就會去一些 其中一件事就是去大學做一些宣講 但是同時也會去一些有性工作的場所 去派一些宣傳或者安全套 這個也是在很多社會都很廣泛 被接受的一個所謂的外展的工作 但是有時候在中國 愛滋病預防的工作 和法律的所謂的執法人員 是有衝突的 所以我們在這些人群服務 很多時候是受到執法人員的誤解 或者他們的 有一次我跟一些義工去派安全套 有些警察就來 又問我們做什麼 我們跟他們說完之後 他們就 他說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為什麼你要幫他們? 他好像覺得這些人都不值得幫忙 你為什麼要幫忙? 但是如果我是用我們那一套 他們也有人權的 他們也是社會的分子 他們也值得我們的保障 用理直氣象社工的角度去說 可能執法人員未必會很接受 我也真的很幸運 以前銀行的訓練 我們經常要從客戶那方面去獎賞 或者對方的心 如何可以令我有同理心 明白他 我們也想做成那件事 或者… 那時候我們接受PPT 真的客戶一個眼神 你就要立刻認識 不如先去看33頁吧 那就要立刻執生 執生的訓練 很激烈的 而且你想一下 他… 為什麼他會… 怎麼可以令到他喜歡 或者怎麼可以避免他不喜歡 所以我就跟那個警察說 其實我們正在做愛知病源頭的工作 雖然我們現在好像在派安全套給性工作者 但是他們的客戶就是中國有錢的人 甚至乎官羊 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火車頭 嗯 那他們… 表達能力相當強 是的 但是如果他們也感染了愛知病 我們的經濟發展就有很大的影響 而且他們可能傳染給他們的家人 小朋友 就有很大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只是在源頭那裡 工作 我們也想保障他們的客戶 他們的客戶就是… 就是經濟的 這樣… 很好,那你繼續做 如果我是用社會工作的或者人權的那一套 他就不會接受 可能我們… 我覺得… 但是我們要自己過到自己的關 就是說那件事我們也是要對的 我們可以接受 即過到自己的關 是的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聰明就是你的天賦 早期你從事這個預防教工作 後期剛才也有說過 其實很多的爸爸媽媽 就是愛知遺孤 就是交託給你 現在有二萬個小朋友 你可以這樣說吧 但是你說 說到標籤的問題 你希望他們不被標籤 但有時候可能是那幫小朋友 自己標籤自己 其實你怎麼令到他們 真的可以走入社區呢 其實我們有一件事 是跟其他做愛知病 或者一些被社會標籤化的人群 不同的一種工作服務的態度 就是我們不會去避而不談那件事 就是現在中國大部分的愛知病機構 他們跟服務對象 包括小朋友說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你有愛知病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就像藏在桌下一樣 你一說別人會歧視你 那就完全不去避免那件事 現在還是這樣的 有很多機構都是這樣的 以為這樣就可以保障他們的弱小心靈 但是我自己的立場就是 這件事在世界上是客觀存在的 我們如果現在不去避免 他們好像生活在一個溫室一樣 將來他們出來社會 他們更難去克服那個歧視 即是等於他是一個怕老鼠的人 我們如果只是在我們的服務範圍裡面 做到一個溫室的 沒有老鼠的 我們現在不怕老鼠 我們不要緊 我們不碰這件事 但是我不能夠把全世界的老鼠都殺死的 他們有一天出來 看到老鼠 他們就會嚇到暈了 我寧願在我們的照顧之下 我們一方面有一把很大的保護傘 尊重他們的隱私 保持包容他們的各方面 但是同時我們要告訴他們 愛知病的社會是有歧視的 我們要他們正視這件事 同時我們一邊在外面去減低歧視 因為作為我們機構 我們其中一個使命就是 反歧視的工作 但是這件事不能夠立即做到 可能要很久才行 但是我們要令到我們照顧的小孩子 不要再害怕愛知病人的歧視 讓他們克服了自己的心魔 內心強大起來 不需要感到自己家裡有愛知病人 而感到羞恥 而可以更加有正能量地去做人 我經常用一個例子就是 我自己才說我想用另一個例子 我自己以前很怕人說我是胖子的 很怕人說我是胖子的 說肥仔我會很生氣 或者自己會很自卑 但是有一天我克服了這個心魔 我內心夠強大 我可以跟全人說我是胖子 那又怎樣 你怎樣克服 我是胖子又怎樣 你吹嗎 那一天的來臨 我不代表胖子不會再在這個世界上被歧視 但是起碼 我不會再因為別人說我是胖子 我受到傷害了 你怎樣跨過去呢 我已經不會再因為這樣而受到傷害了 你為什麼突然想通呢 是否有一個高手或者有什麼 令你覺得有什麼所謂呢 是的 其實我有很多其他的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心魔 我們有一個義工 我們經歷過很多反歧視的議題 有些人擔心 人家知道他有愛之病 或者知道他家裡有愛之病 有些小孩子可能他的心魔是貧窮 或者他的心魔是醜樣 每一個人都會 特別在青少年的時候 很怕別人怎樣看他 我們就要說出我們怎樣去面對 這些外面的歧視、困難 有沒有聽過一個人叫做 Jim Collins Jim Collins 寫了兩本全世的書 一本叫做 From Good to Great 一本叫做 企業的一個詳清 他提到一句說話很重要的 那句說是什麼 他不知道我問什麼 叫做 Confront the Brutal Fact 即是說那件事如果是要離開的 他是多艱難也好 多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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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作為領袖 你是不能 正面面對 這就是一眾的高手 我想問一問的問題 你在前半生不折不扣的 iBanker非常成功 直至到一個機緣巧合來轉 你有沒有師傅的呢 在做這個工作裏面 有一位高醫生 其實做這個工作是鮮過你不少的 他對於你有沒有啟發的 其實我在做這個工作的過程 就是我去 愛知病高法農村 當時有一位醫生在當地 就呼籲 叫人關注這件事件 他自己又資助了一些愛知孤兒 後來我就專程去拜訪他 後來就 亦師亦友 他叫高耀傑老師 他其實是一個 現在今年已經91歲了 他七十多歲之前 是一個很出名的苦科醫生 他寫了十多本書是講苦科 他是一個當地幫助很多不育的人 去生小孩 他很出名的 但是因為苦科的體病 他已經貧臨退休了 那時候七十多歲已經退休了 就因為那些大的醫生會診 亦令他無意中接觸到愛知病 後來他就發現了賣血的問題 以及農村很多人有愛知病的問題 他就出來做呼籲 我們做的事是一致的 但是並不代表他值得我去學習 或者做我的人生導師 但是我覺得在交往的過程 他是有一些 現在九十歲已經 那一代的人那種情操 說真話 是很真的 而且也有赤子之心 也有不畏強權 也有淡薄明利 喜歡做自己的事 也很堅持等等 很多人的情操和美德 我真的在他身邊學了很多 想起來是不是他比你更難呢 因為你有這個iBanking 的一個訓練 你在外國見過很多不同的客戶 同一個時間有五、六個不同的群體 你要滿足他的需要 但是高醫生那些基本上 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醫生 一個有熱情 以及以天雅為己 任要幫助別人的醫生 他面對一個這麼複雜的環境 其實他也應該是很艱難的 他也是 你說他沒有我的投行經驗 譬如我成立志恒 做過這麼多大機構 知道大機構的格局 視野 但是他又有他的優點 譬如他教會我很多國情的東西 他從小受到文革 很多政治運動的迫害 或者他的什麼 或者叫洗禮 他對國情又比我熟悉 我也在他身上學了很多東西 也少走了很多彎路 那時候我們落村 他經常很自豪 當時村民看到他 去舉報 就有五百元獎金 舉報他 即是當地政府 就不想他落村去看一些東西 但我的完賞金 只是五十元 所以他經常說 你看我的人頭 給你值錢十倍 那也是有完賞的 但你也值錢 其實會不會有壓力呢 有 有時候我們落村 他說 天氣不對 走 走 有時候我是愚蠢 他說 不是啊 好天啊 不是啊 這麼快就走 天氣不對 有人來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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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你們 那時候 很搞笑 你們做這種社會工作 做到要走鬼 我們 那時候也是我自己很 很憤憤不肥 因為我們是 起碼來做 做好事而已 但也好像當作做賊 但是 那個年代 確實有這個問題 現在政府已經很開放了 那個年代 因為疫情被視為國家機密 我們無主要洩露國家機密的工 很厲害 這個 他也比較懂國情 他帶著我 很多東西 教我 我又 踩少很多地雷 其實 你說地雷 當時 可能是十幾年前 這件事 在內地來說 挺忌諱的 但是 你是一個挺先行者 現在變成 其實 由一個小小的組織 影響了一個地雷 甚至影響了一個城市 一個國家 其實 一路走來 其實也挺困難的 怎麼可以發揮到這麼大的效用 如果我們說 影響到整個國家 我們的確有一些 所謂的 政策 是做了一條農村的示範點 後來 被當地的官員匯報 當時衛生部長是吳儀 他是副總理 但是他兼任了衛生部長 因為當時沙士之後 衛生部長被人解僱了 然後他就很開明的態度去看這件事 他當時也覺得愛知病 是應該正視的 沙士的非典 令政府真的轉變得很多 覺得愛知病都要 好像非典一樣 是要透明 要正視他 不應該收藏 中央領導人 在那一年開始 就很重視了 譬如 12月1日 世界愛知病日 胡錦濤 就會去醫院和愛知病人握手 他一握手那天之後 之後第二天 有八個省委書記 同時跟他做一模一樣 就是在當地的省 省的城市 又去醫院和病人握手 就是領導帶頭做這件事 以及覺得這件事要重視 要不要歧視他們 是令到輻射下來 而看到我們有一個項目 就覺得很好 應該 大量 應該全部破壞 我們就變成一個 由一條村的項目 變成全國的一個 督導員的一個標準的項目 就是有很多 很多NGO做的事 都可以影響到國家的政策 如果做得好 就是天氣對料 嗯 很多時候 一個發展 你們讀過的一件事 叫做product life cycle 就是產品生命周期 是 其實最難想的那個位置 叫做拐點 又或者是一個轉捏點 你自己看起來 那個拐點 或者轉捏點 是哪個位置 突然間 哇 你拉牛上樹 直到某一件事發生了 突然間 噢 你至少看到 天氣開始清一點 雨開始收一點 你的人沒有那麼辛苦 那是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剛才說 如果國情來講 就是非典之後 我想整個國家都 對愛知名正視了 也開始有免費的藥物提供 有所謂四面一關懷 什麼叫四面一關懷 就是四個免費 包括母嬰主段 就是免費給一些孕婦 去有母嬰主段的治療 讓他們生出來的小孩 可以大大降低那個感染 外滋的機會 就是他的媽媽本身是有外滋病的 是 有外滋病的孕婦 怎樣可以用母嬰主段 令他們降低生嬰兒出來 不要所謂延續下去下一代 另外有免費的藥物治療 對外滋病的影響的兒童 有免費的教育等等 就是關懷他們的老人家 所以我覺得 慢慢也有些國家政策 可以幫助 這裡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因為這個 我有時也挺聰明的 不過也想不明白 這個真的要你教我 如果媽媽是有外滋的 寶寶有外滋的機會有多少度 如果照統計學來說 什麼都不做的話 媽媽有外滋病的話 小孩有外滋的機會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平均 所以其實大部分的母親 未必一定會傳染到小孩 其中一個傳染途徑就是餵母乳 其實你不是母乳 已經可以減低了很多 但是如果現在用母英主段的技術 包括抗病毒藥物治療等等 就可以降低到百分之一以下 基本上有一個有外滋病的人父 如果他是產前檢查的時候 已經發現了而開始復藥等等 復藥 就會大大降低 這裡不包括了墮胎 不包括 非常人道理 只不過你做一些事情 令到你寶寶有外滋的機會 大大降低 我們有一個很值得 亦是我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 當時我們照顧的小孩 裡面有七百多個有外滋病 這亦給我很大的絕望感 我遇到一個媽媽 她照顧了兩個外滋病的孫子 我很冷很冷的冬天 我去到她家裡 她和那兩個孫子 也有外滋病 抱著她的媽媽 在床上 只有棉胎 一個很暗的燈光 你可以想像那種畫面 那媽媽跟我說了一句話 她說 是啊,我兩個孫子也有外滋病 等我送走他們兩個 我也是時候離開了 她人生生存 死撐下去的原因 就是她不能死 因為她死了 兩個有外滋病的孫子 就沒有人照顧了 但是這兩個外滋病的孫子 都會死的 她自己知道很快會死 等他們兩個都死了 我就什麼時候都離開了 沒有人生意義 至少我現在的人生 就要撐到他們兩個都死為止 但是一般的媽媽 看到那些孫子 當然是希望她快高長大 希望看到她成才 但是這個媽媽的人生目標 就是快點讓兩個人 這兩個孫子安樂死 快點死 那她就是人生的使命 那你當時在想什麼 我當時很難受 因為我自己也有我的婆婆 我覺得作為一個婆婆 怎麼會這樣 人生的目標怎麼會這樣 我就跟她說 你不要擔心 我們一定會幫助到你 然後她的其中一個孫子 那時候已經很瘦 沒多久就死了 現在的媽媽也死了 自然的 但是另外那個孫子 我們真的帶了藥物給她 到現在都活得很好 我們因為有這麼多這些小朋友 因為有愛知病長大 其實他們的人生 可能在這條村裡 沒有很多愛知病的兒童 那他們也 不要說找一個配偶 找一個知己朋友 也可能很難 所以過去的三年 我們做了一個很意外的服務範圍 就是婚姻介紹 咦?香港也需要 是啊 可能現在很多人都 她這麼妙的地方 你聽下去吧 這個婚姻介紹是怎樣的妙法呢 因為我們有700多個愛知病感染的兒童 慢慢他們都長大了 過了18歲 但是又找不到對象 他們又很難找對象 我們做很多雙體 很多活動 他們本身都有愛知病 兩個人都有 其實我們不主張一定要愛知病人 嫁回家 或者娶愛知病人 其實現在也無所謂 但是他們很多時候 至少可以自己溝通 或者什麼會比較容易 也不會互相歧視對方的家庭 但是其實從生理學的角度 現在不需要 結果我們過去的三、四年成功配對了58對新人結婚 58對新人結婚之後 生了62個寶寶 你可以想像那些爺爺的母親 是多麼酌弱的 他們以為 生了一個有愛知病 即是自己的子女已經死了 我們經常罵人 斷子絕孫 是的 子女已經死了 保毒的 剩下的孫子 孫子也有愛知病 他們都以為快要死 即是以為自己的香火 就斷了 永絕了 沒有香火 沒有人計後 但是我們現在又幫她找到一個媳婦 或者找到一個孫子 即是孫子媳婦 或者孫女婿 又生了一個沒有愛知病 是健康的 即是增孫 是的 那些香火 就像那些香火 又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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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的基因很厲害 要延續下去 真心萬代 要延續 所以她又覺得 又蠟燭又噴 她很開心 這個很重要 這裡有一個詞 你們看得古書少 未必知道 叫做人間活佛 其實 我知道 你沒有一個特別的宗教信仰 佛其實沒什麼所謂 你信那個佛是你的 又不是要崇拜佛祖 就是千萬不要看輕 你本身這個人 就可以做佛的工作 只不過有時候 你看輕了自己 你覺得自己不行 你擺出款式 五十八個 即是這一隊 你哪會想到 她最後生的小孩 沒有呢 原來是有一個方法的 但你最先的時候 都不會想到 有這麼揮煌的一張成績表 這麼多的算 你知道嗎 你這個成績表厲害的是 哈佛畢業 如果你問我 哈佛畢業 有八百多個 你說人間有多少個這種 但在你們來說 你們每個人都可以做這個 人間沒法 就是這一集的最主要作用 千萬不要想著 我哪裏可以 如果你那時候想著 哪裏可以 你就不會看到這些 酸酸塞塞出現 所以要踏出第一步 那些人就會看到你 抱著你 我們當地有一個員工 她經常會走訪的村子 而那些阿爺阿麻 就叫她做宋子觀音 宋子觀音 因為她有時候很女生 漂亮 那個人也很開心 因為我們經常介紹一些 有些是跨省介紹的 在這個省 配對他們 是啊 其實有一個這樣的畫面 支持了智恆 走了二十年 其實現在說真的 應該內地的疫情 都應該完全受控 那接下來 其實你們的目標本身 就是幫助一些愛知遺孤 其實現在的情況 你們會不會又去 要開拓一些新的目標 我們就有一個故事叫 執海星 執海星 即是我們把那個 symbol 即是幫助一些愛知遺孤 讀書 那就叫執海星 因為大部分的愛知病 本身沒有愛知病 但是他們 因為父母的愛知病死了 或者受到影響 所以他們要歧視 或者貧窮 用我們來幫忙 但是過程 我們把海星拋回海 其實寓意就等於 我們幫助一個人百分之一百 因為海灘可能有 一千萬個海星 好像有千千萬萬的社會問題 像剛才陳教授 即是你如何踏出第一步 你不要只看 你有萬個海星 你夠也夠不完 你為何要做這件事 不要這麼想 我們只是拋一個回海 你對拋回海 那一顆海星 你就已經把他夠活起來 即是他能夠活下來 因為你百分之一百 可以改變他一個人的命 即是生量 不要看你自己解決了 一個問題的千分之一 萬分之一 就不去踏出第一步 但是同時我們覺得 應該在海灘上還有很多海馬 所以我們就叫做 執海馬行動 海馬和海星有什麼分別呢? 海星就是寓意我們的愛之孤兒 愛之孤兒 海馬就是同樣在農村受到貧窮 或者其他影響 可能他們未必是愛之病治 變成孤兒 但是可能其他原因變成孤兒 或者是留守兒童等等 我們覺得我們這十幾年做了這個工作 剛才說一條村可以出95個大學生 我們學生可以變得這麼陽光 這麼有希望逃過愛之病的陰影 以及歧視 又有這麼多願意回來做事 我們現在百分之七十的員工 都是我們以前資助過的愛之遺固 他讀完書 不如他們回來做事 服務這個群體 也證明他們已經克服了愛之病帶來的歧視 不然他們不會大批地回來幫忙 我們覺得這套正能量的東西 如果能籌到錢 也可以幫助其他的學生 即是當一個模特兒 對 我們這套模特兒 究竟現在哪些是最關鍵的成功要素 我們同樣為其他兒童服務 可能一樣有這麼好的效果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就是怎樣去 將它複製幫助更多的人 我想問一個有關策略的問題 除了與CEO對話 還有管理新思維的時間 即是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電台第一台 也很黑銷 策略呢 策略呢 有時最難的位置 就是從一個平面 一個平台 去另一個平台 當然你那時候 是受到 如果我根據資料 一對父子的啟發 這個父子就是 伊山環柳 去到北京 讓你見到 然後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這對父子 令到你全身投入過 你最初就是半力 你以為我這麼高智慧 我又給你錢 我就搞定 我先去這個情境 然後我再問一會 你如何從一個平台 轉到另一個平台 這對父子究竟說了什麼 令到你… 其實那些父子是令我… 因為他們是在華中地區 這些賣血地方的農村來的 當時我在北京見到他們 很明顯是農民打扮 不是很… 而他們就說 帶著那個小孩 他說這個是我兒子來的 我在愛滋病的會議裡見到 我說為什麼你會來這裡 他說我們來求醫的 我說我和我兒子都有 有愛滋病的農村 那些醫生不懂得怎麼去醫治 所以我們來求診、求醫 我引起我很好奇 因為我從小也對愛滋病 有一個好奇心 而志恒又開始做一些 愛滋病預防教育的工作 我說為什麼你們會有愛滋病的 他又說原來在那裡 有很多人賣血 因為我覺得他那些農村 這麼偏僻的地方 就是… 沒有理由傳到去 為什麼會這樣 他說我們整個村子都有很多人 現在已經死了 很多人死了 那我就更加好奇了 所以後來就是決定去看看 發生的事情 那條村 就讓當地的情境 令到你覺得你的叫 或者你的使命就出現了 當時其實我打算去 都是去看看 了解一下情況 我也沒有想過要做什麼 而當時想著 可能說 或者我幫助一些感染者 或者快要死的人 但是我去到時已經覺得太遲了 因為他們已經… 說明太震撼了 是的 唯一真的可以做到 有一個影響 有一個社會 就是幫他們的下一代 在冤頭上做 是的 就是他們的下一代 如果我們現在開始做 停了 因為二十年後 他們可以一代人 可以有更加好 就是那一代中間 青藏年那一代人 就沒有了 爺爺、媽媽也沒有了 但是這群小孩子 如果我們現在開始 給愛心、關懷 或者我們給他們讀書的機會 他們是可以… 這一代人可以扭轉到命運 但是中間青藏年 已經扭轉不到 沒錯 你由愛知 現在是想著移到另一個 法材裡的地 其實誰是最適宜的 這個適宜的意思 第一件事 如果我去想 就是最有迫切的要求 第二 就是你有一個強大的能力 這個能力 可能你已經與當地官員的關係 或者你對於國情的理解 又或者你捐錢給你的人 既然幫得了愛知的小朋友 他應該也會幫助這群人 這就是我說的策略 那你下一步 或者那時候已經走了 由愛知走出去 那一步是什麼步 由海星變海馬是怎麼變的 我們首先 那個地 希望能夠在我們現在的地方 去自然地擴散 因為我們後來 在學校裡面 譬如做一些圖書室 或者做一些大學生的書籍工作 都是在那個地方的 但是我們服務的兒童 已經不僅僅是我們的資助 因為我們覺得 譬如我們在圖書室 在那一間學校 應該整間學校的小朋友都能用得到 是 就不是說 反過來 只是我們資助 就變成 尤其是 不是 所以我們開始做很多項目 就是幫助整間學校 或者整個農村 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受惠 其實他們都慢慢有這樣的發展 然後到真的要讀書 要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通過資助 其實最重要是 那個心靈的重建 他們已經讀書了 這麼多人進了大學 結婚 生了兒子 那可能 你其實幫助就幫助全套 應該在就業方面 其實你們自行都想了 是嗎 所以我覺得 如果青年人來說 剛才我們說 有4000個大學生 升學率達到 升入大學的升學率 有60%以上 這是很好的成績 就是任何一個機構 當然有些機構說 我們有90%以上升入大學 當然有些機構 在高中選擇 一些成績最好的 來到資助的獎學金 那些已經是中學中的精英 如果你是這樣選擇 那當然是高 但是我們不是 我們整個村 所有的學生 無論他成績多差 或者多好 我們都一氣地資助 變成平均數是很低的 那有人叫你開補習社嗎 我們其實每年暑假 都是等於開補習社 因為我們每年暑假 都有我們的大學生 有300個學生 回到農村搞興趣班 其實就等於補習社 但是免費給整個村子 所有的孩子都可以開 這也是令到他們更加有讀書的興趣 以及提高他們的學習 所以我說他們 剛才讀大學很好 這個無可否認是一個比較正規的 一個教育改變命運的途徑 但是我們又覺得 不是每個人都要讀大學 不讀大學的 如果他能夠學一個技能 一樣是 教育改變命運 教育是包括讀大學 但是也包括其他 譬如我們有一個智行學院 做一些品德、德育的培訓 以及要他們社會責任深的培訓 他們將來要回報社會 也有關於內心強大的培訓 讓他們克服愛之病的歧視等等 這些都是智行學院的 教育改變命運的一部分 但是我們也覺得 學一個技能 譬如學整車 我們每年有三四百個學生 學整車、護理、幼兒教育 以及旅遊做導遊 我們自己開了一個麵包學校 在上海 已經做了有十年 培養了幾百個法式麵包的麵包師 其中有大部分 都已經在五星酒店工作 因為我們在培養他們的一年裡 有五個月要去五星酒店做實習 很多實習到畢業 已經被酒店聘請他們做全職 我們其中七個畢業生 拿了張學金去法國留學 再讀多一年 然後回來做我們的老師 所以我們現在麵包學校的老師 都是以前的畢業生 也完成了我們社群互助 自救的體制 而且最值得自豪 其中我們有一個畢業生 他參加了中國法式麵包的比賽 我們取得了全中國的第一名 接著就參加 代表中國隊去參加 去法國 未到法國 我們去了印尼參加亞太地區 抓過來 亞太地區的法式麵包大賽 四年才有一次 我們又取得了全亞太區的冠軍 中國從來未在分區賽中取得冠軍 取得冠軍的好處就是 有資格去法國參加中學賽 就等於中國的足球隊從來未在總決賽 世界杯 未去過四場 未去過打決賽八場 所以突然間 可以去巴黎 就很純約 而且以前很多老師傅都沒有這個機會 而突然間這麼年輕的一隊 可以去到巴黎參加出賽 就取得了全場的第四名 全世界 打贏了美國 加拿大、日本、俄羅斯 這些傳統的麵包大國 對我來說 這也是很好的成績 也引證了我們一點 就是當你給足夠的愛心、關懷、鼓勵 無論他們的起步點是多低 任何人都可以成為世界第一 不是一定要起跑線 是可以用愛心扭轉一些局面 如果我看你的路 比如愛知而行 你慢慢走到社會協助的 即是社企的做法 我們下面有很多同學 其實也有志於幫助 做社企這一方面 雖然他們來讀書的時候 我想是想賺錢的 雖然你不要承認 但是讀完之後 他們的心就很強 因為我不小心 杜聰先生 其他那類的人 就在潛意默化 影響他們 你走到社企的時候 那天你也送了兩個環保袋給我 我知道你在做社企 那個難度 以及為什麼會走向這邊 這是不是自然的走法 是 因為我們覺得社企有幾個好處 一個就是中國現在 其實是慢慢 通過這麼多年的扶貧項目 真的越來越多人真的脫貧 他們並不是說真的 解決不了溫飽的問題 而是他們缺乏了發展的機會 所以我們 但是教育當然另類 因為教育下一代 對我來說 並不是一個慈善的事情 是一個社會投資 因為你投資是一個人的教育 對未來的影響會很大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其他有很多所謂救濟式的慈善 我想慢慢會 社會的需求會變小了 隨著大家的經濟發展 反而這些地方 因為地方的偏僻 或者他們的各種原因 更加需要一個發展的機會 所以我們應該視那些人 不是說我們高高在上 你看他們多窮 他們需要我們扔些錢給他們 他們不是 他們一樣 我們應該讓他們比較平等地 當他們是我們發展的合作夥伴 是一個互惠互利的辦法 就等於我們在農村 開一個環保袋工場 僱用這些愛滋病感染的婦女 他們以前可以耕田種地 但是有了愛滋病之後 他們雖然有藥食 不需要躺在床上 但是一樣不可以做一些 體力勞動的工作 他們變得很沮喪 好像覺得自己很沒用 好像在等死一樣 但是給他們一份輕輕一點的工作 讓他們可以 把環保袋放在床上 讓他們覺得 我也有用 直接可以幫他們吃藥 有提高的依從性 他們覺得自己更加珍惜他們的生命 同時 這樣就比派一些救濟金 縱援給他們 因為這樣他們可能 覺得我也是被施捨的 但是你給他們一份工具 他更加有尊嚴 他覺得我這段錢不是你施捨給我 是我自己賺回來的 是 所以我們覺得農村 不需要我們去救濟 我們是需要給他們一個就業機會 所以我們把這些生產 就業的機會帶到農村 他們就可以在村裡生活 照顧孩子 煮飯 但是同時又可以做到一個社企 而這個社企 賺到的錢 又可以回去給我們的小朋友 很多是他們自己的子女 受愛致命影響的兒童 以及其他孤兒可以讓他們繼續讀書 而那個生產成本又很有用 因為是給這些婦女 社會的回報 亦有環境的回報 其實道瀆當然是好 對於他們來說 有一個就業的機會 但是我們都 香港很多人都好像 道瀆一樣 有心人是很多的 但是可持續性 其實也是另一個問題 很多時候我看到很多有心人 出來成立社企 但是亦有很多時候是 痰花一然 其實怎樣可以令那件事 可以持續下去呢 所以我覺得做社企的模式是好 提供到就業機會給弱勢社群 同時又可以解決到生計 又可以令到機構賺到的錢 又可以持續發展 但是很多時候 很關鍵的一件事 我覺得就是 選擇那個社企 究竟是做什麼 即是那個產品 或者那個服務 是有沒有社會持續的需要 很多慈善機構做社企 的出發點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而不是想去主動解決一個社會的問題 往往因為自己的問題的解決 不能解決 就是因為社會沒有持續的需求 即是又得罪別的機構 可能會說 有些人經常做刺繡 因為他們的服務群體 只懂得授花 然後授花就在外面賣 其實是一種道德綁架 即是你偶爾用 我不要 我沒有什麼需要 就算那些人免為其難 同情你可憐 你買了一塊 他不需要的刺繡 但是還是一次過 你要他下個月又買多一塊 再下又買多一塊 其實社會沒有那麼大的需求 所以我們要選擇 那個社企 怎麼可以 剛才你說要持續的發展 其實很重要一點就是 那個產品或者服務 是有社會需求的 所以我們四個社企 這個環保袋工廠 我們做的大部分的產品 都是B2B的 是賣給酒店做洗衣袋 裝拖鞋、裝布紙的袋 累積有一百多間 我們的中國酒店 不說名字 都是五星酒店 如果你們去酒店住 可以順便拿一個袋子走 因為你賣得越多 他們就買得越多 他們就買得越多 再快下單 所以我們其實 大部分這個環保袋工廠的 收入來源 是來自酒店 或者一些B2B的客戶 是 作為一個酒店 他是否每天需要一塊刺繡 不是 但是他是否每天需要 一些環保袋 去裝髒衣 其實是 裝布紙 其實他們這些是一個 而可持續的需求 因為這個社會本身是持續的 所以我們社企 只要我們做的東西 品質和價錢 有競爭力 也會有社會持續的需求 而中國越來越多 酒店開幕 所以我們另外 剛才說麵包店 麵包店 社會是需要吃麵包 而我們 剛才我說的 我們有個麵包學校 我們順利成章 也開了一個麵包店 在上海 我們麵包店 就聘請我們的畢業生 一些弱勢社群的青年 做麵包師傅 同時我們也賣給大眾 但是你要一個人 每天要捐20元給自行 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你要那個人 每天來買杯咖啡 買麵包 相對是容易的 因為這個解決了他的肛需 社會對食有需求 也不會因為互聯網的發達 其實我們現在反而利用互聯網 在店外銷售很多外賣的 有很多人通過互聯網訂單 是有外賣的平台 互聯網幫了我們 不僅使我們削弱了 所以我經常覺得 公益未來是要生活化的 不要只是做慈善 我現在是一個專業 一方面我們機構是專業化的 但是我不想別人覺得 你要我捐錢 不用了 你要做錢 就找自行 他們做得很專業 是 但是我希望每一個人都可以出分力 不是說只是捐錢 而是可以把公益融入在我們的生活 企業也是一樣 剛才我說如果一個人 譬如一個月是賺一萬元的 可能他很辛苦才能償到兩千元 做買樓首期、做老婆盆 什麼都好 不夠 不夠 可能他一個月要有八千元 是衣食住行基本的洗費 但是現在我們慈善公益的事情 很多時候是打他那兩千元 死坑死底的 賣樓首期 或者老婆盆 的主意 他們已經賺錢這麼辛苦 你還要我慢慢撕 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做多些社會 去解決社會每一個人 那八千元的降稅呢 因為那八千元的衣食住行 我懷疑都要吃飯了 原來這個社會做得這麼好 麵包又這麼好吃 那我八千元 是我基本要做的衣食住行 我們應該去多一點打 那八千元的主意 或者將我們的社企 主動去解決人民 那八千元的社會問題 而不只是 大家都去打劫他那兩千元的 死坑死底的錢 我轉換一個話題 你這個問題就講到一個方法 下一個嚴重的位置 就是哪些人跟你一起打拼 難不難找志同道合 但是又要有機警 又要心態好 又要有善心 這個也是持續發展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你現在正在做什麼呢 其實現在是困難的 因為我們有時候 真的想賺錢的人 正在內地 可能真的有能力 或者有一些商業頭腦的人 可能他們真的想做一些商業的事情 又未必肯做一些社企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我是樂觀的 現在又找到 或者他做兩做 又走 有很多原因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一定要看整體社會的回報 我經常覺得不能夠只看金錢的回報 有一天 如果我們是有一個原生態的 即是慢慢成立 即是我們有環保袋 有麵包店 可能將來又有其他人 又出來做一間家具店 或者有一個是做賣衣服的等等 我們真的做一個原生態 互相扶持 互相幫助 那真的可以提倡到一個公益 即是將社企 融入每一個人的生活 因為 就等於如果你只是有一個淘寶店 或者有一個電子店 那你物流也未完成 那個付費平台也未完成 你只得一個店 始終是未完成 但是你要有些人 即是每一塊都有人做 那你自然就會做得多 我想提議部分解決你的問題 下面也有很多人 如果你突然聽完了這一集 或者收音機也好 電視機旁邊的觀眾 如果你覺得你也想參與在裡面 即是海星而已 你救不了整個海星 你救了兩、三顆 那三顆海星多謝到你暈倒 如果你有興趣 我便提供他們 你盡量幫助 我們的工作是很開心的 即是我自己覺得 第一 我們每個團隊都是有心的人 亦有力量的人 即是沒有辦公室政治 勾心鬥角 即是工作每天都很開心地做 我要再說一句 全世界還有很多機構 其實都在做這些好事 就不一定要自行 既然今天你看到自行 你想做就做一下 但其他那些都極度需要 好的人去幫忙 其實你問我 其實就是欠人 其他方法 你可以想得到 但你真的要推行 你無人不行 當然了 我們這裡有個很有魅力的老闆 是的 大創始人的個人魅力也是 是的 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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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不是 金融的為什麼這麼發達 就是只是 訂錢請最優秀的人才 特別是有些人 好像我畢業 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未曾有個叫 那好吧 這份工作最賺錢 最多錢的 吸引了很多人 是 公益事業 或者現在的社企業 有些是捐款人 或者外面的輿論 是說 這些是不值那麼多錢的 或者對這個行業始終不太重視 也因為這個行業始終有很多人 譬如我們在內地有些大學畢業生 其實我們的起床點 跟他們在其他商業項目不是差不遠 但是也不能吸引人才的學生 就是他們覺得 來這裡工作始終不夠體面 又或者發展的機會不大 可能進去是一樣的 但是五年後 如果我去某某銀行 我可以做到某某的位置 可能會有發展 但是我們的規模 他們覺得發展的機會有錢 所以要陪著杜聰行 陪著志恆行 是要一群有心人 但是除了這群有心人之外 有些人生的哲理 其實也可能是伴隨著你走 所以才可以走到 今時今日志恆二十年 可不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你的人生哲理 我自己其實有 初時在很多學校讀書 也在很多很大的機構工作 當時圍繞著我身邊的 都是一些很能幹 又健康 又穿著得很漂亮 又積極的人 九二十年之間 過了很多年的生活 令我以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走 也是美好的 或者不知道這個世界有這麼多 但是志恆的工作 真的令我很幸運 看到不同的人生的面 而我遇到很多當年賣血的人 在垂死的病床上 遇到很多這些農民 其實他們跟我年齡都差不多 而他們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們可能比我更聰明 比我更能幹 比我更加勤力 但是他們沒有我的機會去讀書 沒有我的機會去這些大的機構做事 其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不夠勤力 而是他們沒有這個機會 是沒有我這麼的幸運 我意識到其實我所擁有的這些東西 其實是 或者有很多人的成就 不是自己得利的 而是我們 幸運在一些位置上 而他們只是 沒有我的機會 沒有我這麼幸運 但是當我意識到這點 我自己變得更加謙卑 我覺得其實 我的幸運是佔這麼大的比例 而從而 我也提高了社會責任心 希望我能夠 我自己 既然我這麼幸運 希望我能夠幫助一些被我不幸的人 我經常在我身邊 也鼓勵一些跟我們一樣 其實在座的所有的嘉賓 都很有福報 才可以有這麼好的機會 跟陳老師 哈記 做他的學生 也很有福報 在香港 或者做到今天的工作 但是我也希望 我們可以幫助一些被我們不幸的人 我知道時間 對不起 時間過得很快 但是本來不到我問的 為什麼叫自行? 把自為付諸行動 記住 其實我們在1998年成立 但是1997年我去了一次西藏 西藏就說 那些人有兩件髮器 一個是銅的 一個是金剛許 叫做 代表智慧和慈悲 訓練那些僧人 就要具備這兩種智慧和慈悲 我很欣賞 因為如果一個人只有智慧 他沒有慈悲的心 他只是幫自己賺錢 或者自己只是用智慧 甚至去做一些壞事去害社會 那可能更慘 但是如果一個人只有慈悲的心 沒有智慧 如果我每天在村子抱著小孩子哭 那又幫不了他 那你智慧和慈悲都要有才可以 所以後來就說 沒理由叫做自卑基金會 這樣就很卑 自動也可以 所以後來… 要行動 要加上行動 後來我才知道原來智慧和慈悲緣 這四個字是四大菩薩的 其實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到 你不知道的 也是一個很好的緣神 所以我剛才有提到 智慧是一種天賦 而善良是一種選擇 兩者加在一起就有智慧了 是吧 我知道你今天和我們選擇一本書 其實也可以總結了你過去在二十年 在智慧的工作 可否這麼說 是啊 幾乎二十年 十九十六年左右 這本書就是一位在復旦大學 公共衛生學院的一位老師 叫高燕寧寫的 他在早年 在2002年開始 去過很多這些愛滋病的高法的農村 也做了很多深入的調查 他用回自己的公共衛生角度 也寫了當地當事實際的情況 也很嚴謹 同時也裏面 因為我和他有很多事情會共事 所以他裏面也有很多提及我們的工作 有很多花絮的見聞 我完全忘記了 在去年出了這本書之後 我慢慢看回我才會回憶 原來有很多過去的這些經歷 是 歷歷在目 沒錯 我們聽完我們今天嘉賓的分享 或者看完嘉賓的分享之後 其實也可以看回這本書 可以看回過去這麼多年 究竟杜聰走過的路是怎樣 我們今天再一次熱烈的掌聲 多謝今天的嘉賓 智能基金會創辦人 杜聰 在這個時候 不如我們把時間交給台下的同學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記得應該是這一位 是的 我們可以問問這一位同學的問題 剛剛聽完杜先生說 原來我覺得 原來得到的比寫的更多 其實 令我想起 今年我們的社交人士課程 寫得 有寫才有得 很貼題 我們課程中有一個 其中一個叫做 連以 連以效應 沒錯 我想問問你 由你開始第一步 每一步 生命感動生命 其實你想連以去到多遠 或者 心目中有沒有想過 連以效應 是去到多遠 來 我沒有想過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理念 我們其中一個智行學院教的 一個核心 幾個剛才講過 還有一個叫做 一幫三 三幫九的精神 就是一個人 幫三個人 三個人 每人如果再幫三個人 就變成三個人幫了九個人 九個人 如果再每個人幫三個人 就變成二十七個人 一路就好像連以效應出去 所以我們起碼 我們是希望做這件事 有很多慈善機構 現在其實就沒有這個條件 就是說我幫你 是沒有條件的 但是我自己也有一個立場 就是說我們幫助人 是無條件去回報我們的機構 但是我要培養他們 要回報社會 因為現在很多幾個就是一幫三 但是那三個是幫零的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己有發展 因為我們在幫助那個人的過程 沒有培養他的社會責任心 以及沒有要求他 是要繼續延續這個使命的 所以這個是很強烈 對我們的小朋友 所以有很多大學生 不知要還一些錢給我們 就是我們的作賀金 甚至乎我們成立二十六個校友會 他們每一個自己在當地 找一些慈善公益的事情去做 有些去民村地震 去救災 或有些去幫助老人院 幫助環保 就是他們受了一個機構的恩惠 讀整個大學 他們現在繼續延續這種幫人的精神 我覺得一幫三是很多機構現在正在做的 但是三幫九就未曾有人做 或者有很多人只有三 因為他們沒有說 你不知要有好發展就完事了 我們歷史的使命就完事了 其實不是 那時候是另一種生命的關係 另一種關係的開始 為什麼中文大學這麼強大呢? 就是因為校友 現在校友 我已經教你 如果陳老師說 你們已經畢業了 你不用回來找我了 你們自己去 你的海星自己在外面遊 遊遠一點 不是的 你們畢業才是另一種關係的開始 我的要求就是 智行的學生 要做社會公益 要繼續去延續我們這種精神 陳老師也有他的精神 希望大家去延續 包括要捐錢回來中大 當然 要回饋校友 要做好事 做好事 教別人做好事 師兄師姐也要幫助師弟 學校的網絡 為何要讀MBA 或者讀學校 是因為有網絡的關係 等等 這些都是另一種關係 所以我覺得 一幫三 只是其中一個 但是 別人有時候會挑戰我 誰知道 一定要三幫九 但是我至少 三幫九 至少三幫五 三幫六 都比三幫零 而我們現在看到有這個效果 所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可貴 就是在這裏 希望智行 二十年之後再有二十年 二十年之後再有二十年 我們多謝今天的嘉賓 道聰 中文字幕志愿者